大家好,我是Kyoko 來到這個星期,我們會用很簡單的文言 應該說今天會用兩個很簡單的文言 第一個就是 naosu naosu是前面的同題 mumasa跟naosu 它的意思是 重生... 即是對前面的結果 不容易,所以就重新做一次 有修正的意思 譬如這裡的例子 字が切ないので書き直す 因為字跡太過鳥草太難寫的 所以就要重寫 所以當大家想表達 對前面的東西不滿意 想修正的時候 想再做一次就可以用這個文言 至於下一個呢 下一個就是 ナニシノかな 接觸就是 ナニシノ 加這個句子的普通形 或者是禮貌形 然後加一個color 它的意思是因為 簡單來說就是陳述的理由 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ナニシノココワイナカダカナ カイモノニワフヴェンダ 因為這裡是農村 所以買東西不方便 很簡單是一個陳述句 對,那今天的文言 先說到這裡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明天再找其他的文言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去我的IG 想多看日本資訊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